HELLO 大家好 我是熊來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要來一個新的預測喔 那這邊先感謝這一個玩家 就是這個 呃... 韋萱喔 那他昨天有給了一些影片的建議裡面 那有提到幾點就是 順著現在可能官方新出的一些東西 去做一個預測 那也是因為這一則讓我重新想了一下 其實我之前一直有提到說 這一次出的一個鋼鐵地下城 不對 這個審判地下城的深淵之城 有一點點的難打 所以這一次確實 像巨人地下城一開始也是一樣有點難打 後來就出了一個非常穩定的破防 就是我們的這個瘋鳥聲這個角色 那鑑於可能後面幾個這個深淵之城 也有一些關卡是沒有那麼好打 然後也有一些關卡想要速刷 會需要特定的 呃... 圓武角色 所以我這次就來預測看看 欸 有哪些的圓三圓四平民角色 是有這個機會 去做為深淵之城的一個速刷陣容角色喔 那我們就一個一個來看 我們這邊就抓出一些圓三圓四 甚至到圓俄的角色 那我會去提出為什麼 我會去考慮他們 當然這個部分的命中率可能就會稍微低一點點 因為說實在的 圓四以下的預測真的很看官方的心情 但或許如果反應熱烈的話呢 我也可以去做一些些的回報 然後看官方會不會去參考一下 我們的一些意見喔 這部影片當中呢 我會去講說 為什麼我會去考慮這些角色 然後去做這類型的改動 首先我們先看巨人地下城 目前巨人地下城的速刷 很多的角色都可以去做取代 唯一不能取代的 最核心的就是瘋鳳 為什麼 因為他有著可以不間斷的群打能力 那首先呢 我這邊先講 有兩個角色 這個風海道跟這個風神偷 這兩個角色 是我覺得最不可能的 風神偷因為他三技能是被動 是這個一樣是群打 然後一二技能一樣是單體 那他的技能跟風鳳 真的長得有一點點的像 那除了 就是瘋鳳以前三技能也是獨立使用 那後來慢慢的改成 使用完如果有擊殺三技能無冷卻 到現在直接變成被動的形式 不知道說風神偷這個角色 有沒有機會去步入瘋鳳的一個 前程去做到一樣的一個改動順序 不過我自己覺得機率不高 因為如果做這樣改動的話 那其實他就跟瘋鳳 根本就是一模一樣的了 我覺得 以Contours的一個技能改動的方向來講 不會去做一個幾乎是一模一樣的角色 就算性質再怎麼像好了 也會有一些區別 那畢竟這兩個角色真的從 他的Icon他的技能圖示 到如果像改成我剛才那樣的建議的話 根本兩個就只是什麼 就只是同一個角色不同Skin而已 所以我覺得就有點沒有意義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機率可能不高 那風海盜為什麼會拿來這個地方 是因為我真的覺得他太沒用了 這個角色是一個單體搭傷害角色 不過說實在的 他傷害也沒有高到哪裡去 然後還是很看破防命中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這個角色太沒有用了 要不要考慮給他重製一下 然後直接重製成有機會去打巨人的角色 不過因為這個建議是重製啦 我覺得這個建議超級無敵爛 但是畢竟風海盜這個角色也是超級無敵爛 超級無敵爛的角色 搭配上一個超級無敵爛的建議 應該可以接受吧 好啦 我們嘻嘻哈哈玩了之後呢 我們來講一下為什麼會考慮前三個這個角色 第一個的話呢是風魔劍 風魔劍這個角色 他的三技能是一個群打 並且有退攻條跟吸攻條的能力 那我覺得如果可以把他的傷害量提高 甚至去增加一個體力百分比的傷害的話 有機會只要讓傷害量有機會在 E3小關去做到渺小怪 或者是啦 我覺得也不一定要渺小怪 就是讓他多一個效果就是 擊殺目標時可以附加使用1技能 這樣等於說什麼 這樣等於說他就會有兩個群打技能 那只要再稍微改動一下AI 讓他三技能使用順序是比較前面的話 那這個角色就會變成是 在E3小關的時候 擁有兩招群打 而且是可以連續使用的 那就高機會可以去做到渺小怪 就算沒辦法完全渺掉好了 至少打殘 然後剩下的角色去快速收掉 是機會比較高的 所以瘋魔劍這個角色 我目前是還蠻看好 去做類似的改動的 那另外一個的話呢 是瘋武士 瘋武士會選擇他呢 是因為他有一個超天狼拔刀術的關係 我自己是這樣想 因為巨人地下城的話呢 我們目前的配置都會在E速去使用瘋鳥聲 那如果今天他的三技能的改動 改稱 即殺時必定觸發超天狼拔刀術 然後呢 這個他的三技能呢 是可能無視防禦或者是傷害係數足夠高的情況 就是只要能夠秒掉E3小關 但是重點是不要影響到 巨點戰其他的生態的情況下的話 那我覺得他也會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或者是E3技能 我覺得如果連E2技能擊殺都可以去做到 獲得超天狼拔刀術好像有一點點的過分 或者是我們調低E3技能的傷害係數 因為這樣子就可以避免在巨點戰的時候 很容易去使用這樣的一個combo 但是因為在這個巨人地下城來講 有屬性相剋的話呢 那有破防要秒掉難度是不會太高的 那只要秒掉可以自動觸發三技能 那這個三技能的話呢 就如果把這個無視所有減少傷害強化效果 改成無視防禦的話 那有機會切掉E3小關的小怪 他也可以去做到一個累瘋鳳的速刷 不過時間上可能就會慢瘋鳳一些些 不過至少是一個可以有一個平民可以取代的選擇 再來第三位的話呢 是我們的這個瘋死神的惡覺 那其實我真的覺得 很多的惡覺角色其實都算蠻可惜的 因為他們改動完之後一直都沒有出場的機會 我覺得瘋死神就是其中一個啦 那他的三技能是攻擊目標三次 並且一樣吸收30%的攻擊條 敵人體力越差會造成更大的傷害 那他的二技能是群打 我覺得這個角色呢 他有一點點的像是誰 他也有一點點的像是這個瘋鳳 只是他的二三技能改動了 瘋鳳三技能群打二技能是單體大傷害 但他變成三技能是單體大傷害 二技能是群打 那我是這樣想 他可以去吸攻條嘛 所以如果有機會讓他去 這個三技能多了一個破綁的效果 然後並且呢這個死神他們的一技能 是有一個擊殺後立刻獲得回合 那如果說讓他的三技能是一樣 傷害係數稍微低一點點 但是只要能夠擊殺目標就會立刻獲得回合 並且不會產生冷卻的話 那是不是有機會一樣在一三小關的時候 利用這個技能 就是一直 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 然後就是快速做到一個類快速通關 不過這樣的速度絕對會比起瘋鳳 或者是我們剛才提到的風魔劍的打法的速度在慢很多 因為畢竟他是單體 每一次單體單體單體的手 但是可能也是一個選擇啦 我覺得這個角色如果真的想要讓他可以去速刷巨人的話 二三技能可能要做更多的一個改動 然後再來的話呢是龍之地下城 那龍之地下城其實已經有很多很多的一個速刷陣型 而且是平民的通常都是使用這個水阿三 就是我們的達爾席母或者是毀滅大師這個角色 那我是覺得可以有更多的一個選擇啦 那龍之地下城的話想要速刷真的無庸置疑 應該就是需要無視防禦或者是體力百分比的傷害 那我自己找到比較平民的水屬性角色 應該是這個水巴耶克 為什麼我會去考慮要水巴耶克 或者是這個水屬性的這個沙漠戰士 為什麼我會去考慮到他 因為他的三技能是一樣體力百分比傷害 然後並且重置攻條 那二技能呢也是有機會去減少對方的攻擊條 並且呢根據體力 但是他這個部分是根據自身的體力啦 那這個技能的好處是在於說 他擁有去降低王的出手機會的這個情形 那我覺得啦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呢 那就有機會去降低很多新手的一個翻車機率 那我會希望說如果他的二技能也是擁有一個體力百分比 那我會蠻希望說呢 他們的這個二三技能可能會有類似這個 劍舞者系列 這個應該是水劍舞者沒錯 只要攻條輕到0的時候 會造成無視防禦的一個大傷害 那再加上體力百分比的話 我覺得會是一個蠻不錯的水屬性體力百分比打手 那剛好加上這個角色目前的使用頻率是比較低的 再來的話呢 精靈地下城的話 通關的重點應該就是需要一個大傷害的角色 那其實我覺得這些角色都是蠻有大傷害的潛能的 包含是這個火屬性的火神偷 精靈地下城最需要的一個buff是什麼 就是他因為進場的時候暴力減半 所以如果讓這些角色可能技能上面 像火幻影神偷就不錯 因為他的這個23技能 本身就有增加暴率 換句話說 他如果百暴進場先被扣50% 然後23技能因為有加30%的暴率 所以就已經有80%了 那再加上屬性相克 又等於說這個角色天生就是95%的暴率 我覺得啦 如果讓他的這個暴率再稍微提高一點點 就是變成35% 讓他這個角色直接變成百暴的話 其實就會降低很多新手玩家在刷精靈地下城的一個角色選擇 因為現在來講的話 你想要速刷穩定的話 一定要搭配暴率buff 但如果這個角色火幻影神偷的話 他本身就不用任何暴率buff 就可以達到進場幾乎快要百暴的一個可能性 那或者是直接帶一個暴率隊長 都是可以直接達成百暴喔 所以我還蠻希望看到說後面的這些角色 也是可以擁有像是火幻影神偷這類型的可能被動技能啊 或者是在技能本身上面就擁有一個加暴率的可能性 那我覺得火海盜可能機會比較低一點點 原因是因為他是以引爆炸彈為主 我覺得啦 他的特點就是引爆炸彈 那就可能讓他的一個buff 去往引爆炸彈的部分去做改動 當然會想要把他拿出來做討論 也是希望官方可以去看到說這個角色 魔靈召喚應該是唯二吧 除了封奧以外 應該就只有他是可以引爆炸彈的 你唯二引爆炸彈的角色 一個封奧 現在已經變成蠻有出場空間的 那這麼有特點的角色呢 我們的火海盜呢 加納賽 因為他本身還不能丟炸彈 他要靠著自己的隊友才能引爆炸彈 我覺得這是一個有點可惜 而且他也只是單純的引爆炸彈而已喔 那像是這個火的亞馬遜他的三技能有一個增傷的效果 也是擁有這個瞬間秒殺王的可能性 然後火屬性的小惡魔他一技能也有增加暴率 那二技能的話是觸發暴擊的時候會有特殊效果 我會希望這個角色看有沒有機會去改成說 那直接讓他暴率增加多少 等等的一個效果喔 然後還有一個角色啦 是這個火的濃縮餅乾的話 應該是放在上面這邊 就是這個角色他的負面狀態其實蠻多的 那我其實一直很看好火屬性的咖啡餅乾這個角色 是有機會用在各個地下城去做發揮的 不過他目前的技能組還是稍微的可惜了一點點啦 看他的三技能有沒有機會去做任何的buff 然後變成是有機會在地下城去做使用 我可能會更偏向他在這個位置吧 那死亡地下城我可能就沒有什麼好介紹的 因為死亡地下城其實就只要多段而已 多段角色已經很多了 死亡地下城應該是所有地下城當中 最容易穩定 我自己覺得啦 最容易組出穩定通關陣容的一個地下城了喔 然後再來鋼鐵地下城他的重點就是 那個禁止強化 禁狀態喔 因為王身上只要有這個爭議效果的話 其實除了會變得很難打以外呢 我們也打 我們又打不穿 然後呢 這個王又這個輸出能力 這個續戰能力又很強 又會給護盾等等的 所以我還蠻希望官方會出一些 像是之前的瘋鳥聲一樣 巨人地下城最需要破防 那我就出了一個三個技能都有破防的 那鋼鐵地下城最需要進狀態 那我會蠻希望看到說 有一個這個可以穩定進狀態的角色 那首先我這邊最首推最希望的呢 應該就是這個火蜥蜴了啦 那火蜥蜴的話呢 他有這個有一個被動技能 只要被打就會上這個進強化效果 那二技能也有一個進強化 而且他是一個兩回合的 欸我希望這個火蜥蜴看有沒有機會 他的一技能 因為我的挑選方式就會是什麼 就會是 以這個角色可能本身就有很好的進狀態的效果了 然後或者是他本身就已經有兩招進狀態 那我們就看有沒有機會讓這個角色 多一個三個技能都有進狀態的話 那是不是就可以直接變成很適合鋼鐵地下城的角色了 所以我還蠻希望像火蜥這個角色 如果他的一技能也有這個機會進強化效果 那他的被動技能的話 我覺得一回合的進強化有一點點的少 有機會改成兩回合的話 我覺得其實一二技能不用動的沒關係 那如果沒有動的話呢 看有沒有機會說一技能去增加一個進強化效果的這個Buff 看有沒有機會去做這樣子的改動 然後再來的話 風神秘女巫也是一樣 他也算是一個偏可惜 他有少部分的人會去玩這個風神秘女巫 但是我覺得目前來講 他的這個使用的空間還是比較侷限一點點 那我們可以來看風神秘女巫 他也是有的蠻多進強化效果的能力 像他的三技能有的進強化效果並且進步 二技能是直接去做到解狀態加破防 那一技能是直接解一個狀態加上毒 鋼鐵地下城他是很常駐Buff的一個地下城 所以這個角色擁有著還不錯的消強化效果的話 如果再有著進強化效果 可能二三一二技能其中一個就好了 我覺得其中一個再多一個進強化 或者是把他改成說 就改敘述啦 把一個強化效果改成 禁止強化效果 我覺得可能會是一個讓他有機會 這個在鋼鐵地下城做求持的可能性 那光蜥蜴的話其實跟火蜥蜴有點類似 他的被動技能是增傷啦 那如果火蜥蜴可以做類似的改動的話 那可能讓光蜥蜴就 他因為被動技能有增傷 就會讓他可能可以在鋼鐵地下城做為一個 有輸出能力的進強化效果的角色 然後再來的話是我們的這個 風的功夫妞 他也是一樣二三技能 原本可能大家在打鋼鐵地下城 可能就會去使用他了 他也是二三技能都有進強化 那就是他的一技能是有機會接二 跟有機會接三 那我會覺得說如果讓他一技能 本身就也有進強化的話 就是做一個小小的buff 那這個角色會變成非常非常適合在鋼鐵地下城 我覺得我們在打現在的狀況 我們在打這個深淵之城的時候 我們並不是要求他的這個機率有多高 而是要求他的期望值夠高 像其實風鳥聲他也是一樣 他的破防的機會並沒有真的到很高 但他的期望值是高的 因為他是多段 他的期望值是高的 就會變成說在長時間下來看起來的話 他的一個負面上的會表現是蠻不錯的 再來的話呢是光海盜 光海盜他的三技能有著一個 消狀態加進強化 他的二技能跟一技能可惜 就單純的一個簡單輸出而已 那我覺得他三技能表現真的算是不錯 有著不錯的傷害跟一個進強化 那有沒有機會讓這個角色 也是一樣就是可能在二技能 我覺得不要求一技能 因為如果改動一技能的話 可能就會讓其他的海盜跟著 雖然我很想說 我很想說可能會跟著buff 可是其實buff好像也沒關係 因為畢竟其他海盜 好像實用度也不高 不過基於水海盜跟暗海盜 尤其是水海盜的廣泛程度 我覺得一技能有進強化 可能不太實際 那二技能雖然是跟水海盜一模一樣 但我覺得可以把光屬性的獨立拉出來 讓他的二技能直接改成 不要是西宮條 就是直接單純的進強化就可以了 然後火的濃縮品剛 我們之前有說過 他的技能表現其實很不錯 他的一技能就有進狀態 他的三技能有很多很多的 包含烙印降攻緩速 破防的一堆的負面狀態 可惜的是他是挑目標去做使用的 不過在王冠只打在王身上 確實也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那如果讓他的三技能 我覺得再多一個 再多一個是直接群體 有機會群體上到進強化 我覺得也還算是不錯的選擇 他就變成直接可以去打鋼鐵地下層了 那其實鋼鐵地下層真的比較簡單 我覺得希望最濃厚的應該會是火蜥蜴啦 就是因為他畢竟是看 目前看起來進強化體系最完整 應該是火蜥蜴跟風的功夫 這兩個角色最有機會去做小改動 然後讓他們的進強化變得更加的穩定 然後最後的話呢是審判地下層 那審判地下層 如果大家有看過我們之前的一個通關隊伍的介紹 我們應該都有介紹他的核心觀念 審判地下層想要速刷 最核心的觀念就是 緩速一定要可以穩定的上 緩速只要放得上去 不用破防都能打出不錯的傷害 但如果緩速放不上去 你就算破防烙印什麼都放上去 打出來傷害還是非常的可惜 所以我覺得水大錘的話 最可惜的就是他的一個機率 跟他是要被打才有機會上到緩速 而且他的一技能的緩速還要打在有破防的目標身上 如果他有機會就是直接改成說 就是直接把他的被動技能 我覺得直接改被動技能的敘述就好了啦 就是直接改成說 這個水鎧甲的攻擊 有機會賦予對方緩速效果 我覺得其實就不錯了 就是會讓他變成在審判地下層 會是一個很穩定的緩速技能 緩速角色喔 然後再來的話暗示解鬼伯 我覺得應該是現在很多人在打審判地下層 本來就會使用的 不過他的一技能畢竟不會緩速 所以還是有那麼稍微一點點的不穩定因素 而且其實這個不穩定因素 在這個暗示解鬼伯爵呢 他的改動其實會往兩個方面看 因為他不一定會使用三技能或二技能 他有可能去耍白痴 開場明明就二三技能可以使用 他卻使用一技能 所以他的buff改成兩個 我覺得會往兩個方向去想 第一個呢 就是要嘛他的一技能也增加緩速效果 讓這個角色不會因為AI耍白痴 沒有上到緩速 另外一個呢 就是直接去讓他的AI 必定有三技必定使用三技 有二技必定先使用二技 最後才考慮一技能 這樣子的話也是一個 也是一定的一個buff 畢竟我們的 這個buff喔 有兩個方向 第一個技能本身改強 第二個 腦袋改強也算是改強吧 那所以我覺得啦 如果讓他的一個AI有優化的話 我覺得也是一個不錯的 改動方向 那或者讓他的一技能 就是也帶有緩速效果的話 那就不用管他的智商高還低 他就一定都可以去使用到緩速 那我覺得也是一個 呃... 製成的一個選擇啦 那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對於這些角色 有其他的一個期待 或是你覺得有哪些角色 更有機會去做類似的改動 然後讓他們有機會出場 在這些PVE的地下層喔 或者是說 欸如果你有 你覺得有什麼角色 就是有機會去做改動 然後在哪個地方去做使用 我們可以在影片下面一起 這個聊聊討論看看喔 那也會希望藉由這個 有一點點的影響力 那看有沒有機會 讓官方去看到這類型 這類的一個消息 就知道說 欸這些角色可能 可以往哪方面去做改動嗎 看看有沒有機會做一個 地下就是幕後的 這個技能改動測試員 好啦 那我們以上的這個 今天的影片 就大概到這個地方 告一個段落 算是 也是感謝 也是感謝我們的 這個尾軒的一個建議 那稍微去研究了一下 這些技能組 然後來跟大家做一個 小小的分享 這個比較像是期待啦 因為實現的機會 我真的覺得 比起昨天的技能改動的影片來講 這個機率喔 變得少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 會期待說 看有沒有機會 去做類似的一個 預言喔 如果這邊 如果我連這邊都預言中了 我說我不是工程師 你們會相信嗎 好啦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個地方 告一個段落啦 我們大家 掰掰 來支 Avec 中國ITY 你確不了 有 crawl 恢復 dei